台中两名男子只有后在酒店大厅发生了口角争执 林姓男子动手把刘姓男子殴打成伤 警方到场林姓男子还袭警 最后被喷辣椒水带布 而刘姓男子被送到医院之后 刚好林姓男子的友人因为被辣椒水波及 自行到医院就医 双方又再度发生了冲突 还把急诊室的椅子扎坏 医院的监视器画面拍下 受伤的刘姓男子坐在急诊室 准备要接受治疗 没有想到两名男子突然冲了进来 直接将人推倒 还对他拳打脚踢 一旁护理师也赶紧冲上前帮忙阻挡 事后援警赶到 但男子仍不断叫嚣 医院文件全洒在地上 椅子也被打断 医护人员都吓坏了 其实这不是双方第一波冲突 一开始警方获报 说酒店发生打架冲突到场 发现动手的灵性男子 他喝得醉醺醺 准备要上前询问 没有想到对方就是一拳挥了过来 男子就是不肯配合 还和警方发生拉扯 最后远警喷洒辣椒水 将人压制逮捕 原来42岁的灵性男子 和51岁的流姓男子互不认识 疑似在酒店喝了酒 双方发生口角争执 灵性男子竟对流姓男子和同行的女性 有人动手 将流姓男子的肋骨和鼻梁都给打断 警方获报赶紧先将两人送医治疗 只是没想到 灵性男子的三名有人不满 甚至还跑到医院要找流姓男子理论 最后应停等车辆 发生口角纠纷 事后警方也将在医院闹事的三人 统统逮捕 包括灵性男子在内 将他们一伤害 聚众斗恶和违反医疗法 移送法办 只是没想到 单纯的酒后口角冲突 最后进演变 急诊室内暴力事件 接下来 吴福宴陈世杰 海中报道 昭华市两名园警 7号晚间巡逻 发现一名陈性男子骑车 没有戴口罩抽烟 把人拦下盘查 在他的机车置物箱内 起获了开山刀 西瓜刀 甩棍跟电极棒 甚至在随身包包内 发现违禁品手指虎 准备把人带回派出所的时候 男子情绪失控 还拿安全帽攻击远警 两名巡逻远警 在男子的机车置物箱内 查获开山刀 电极棒等违禁物 没想到远警接下来 一句话瞬间让男子情绪暴走 男子不仅大声标骂 下一秒更以安全帽 朝远警攻击 你现在是什么 我现在是什么 两名远警立刻施展 秦拿术将男子压制在地 他还不断挣扎 想做困兽之斗 由于林警知名的金城夜市 警方围捕行动 也惊动摊伤和逛夜市民众 不少人隔着铁网 讨论着到底发生什么事 过没多久 八名之远警力迅速到场 随即将成型男子逮捕上铐 事发就在七号深夜快十一点 两名巡逻远警行经彰化市 林森路与平安机口 发现成型男子骑车 没戴口罩抽烟行经可疑 上前栏查 竟在他的机车驻箱内 赫然发现军火库 警方强调盘查过程 一律都有征求男子同意 但他携带手指虎和大批刀棍 已经违反枪炮弹药和设違法 再来不服辱骂攻击远警犯下妨碍公路 最佳一等 至于什么原因 携带大批刀屑 还得由警方一并查个清楚 接着到我们的张话 张话蛋黄酥名店博尔方 每逢中秋蛋黄酥供不应求 有不肖业者使用仿冒的包装盒 混入来路不明的蛋黄酥 在网路上贩售 而且售价竟然比博尔方还要贵 两年来已经卖出了上万盒 不法获利将近六百万 警方在张话查获到的这个仓库 移送地检署整版 平常已经忙到翻 遇到中秋排队人潮再爆量 张话蛋黄酥的名店 更是得加紧赶工 但没想到就是有不肖业者 看准这个商机偷偷开始仿冒 而且开卖已经有两年之久 离谱的是他们很大胆 竟然把烘焙厂也设在张话 这次终于被名店自己揪出来 跑去检举抓人 本店从来没有授权任何的网路平台 电商或者超市 或者其他任何卖场 贩售不二仿蛋黄酥 警方查出这家烘焙厂 专门假冒名店蛋黄酥 透过平台在市面上大肆流通 而且看准消费者心态 仿冒品卖的比真品还贵 六个装一盒 不二仿270元 仿冒货却较价价400块 你会去网路购买吗 他说 不会 他买到不是真的 不二仿做出来的 现在他们还比较安心 警方在彰化市中山路上的仓库 查获业性嫌疑人 发现他们两年来 已经卖出了上万盒 仿冒名店的蛋黄酥 不法获利将近600万 警方表示 真蛋黄酥的六入塑胶盒 商标方向都一样 不容易分辨 但是仔细看 还是能找出端倪 防冒品塑胶盒 上头的商标正反会不同 而且连盒子大小都有差异 警方提醒 最好还是自己前往门市购买 或检释发票 验证商品来源 才不会买到来路不明的产品 吃了不心安 记者黄胜文 张红顺带容 冒脏话采访报道 高雄有民众到卖场买月饼 准备送礼 但回家却发现 怎么只剩8天就要过期 但和尚标示 明明有88天的保存期限 质疑买到了极其品 民众就把消费经验 PO上网 引来网友讨论 有网友认为 如果快到期了 的确应该要标示提醒 但也由于卖场 针对月饼有做折扣 所以也有网友说 这款月饼8月初就上架 随着效期越来越接近 目前应该是特价出销 现做月饼再加上摆好摆买 用不了多久时间 销售一空 中秋佳姐将至连大卖场 也应景合作 知名月饼提供民众购买 只是月饼的保存期限 似乎受到质疑 有民众发文写下 逛卖场意外看见 知名月饼底盒有折扣 加上又是心动的口味 直接就买了两盒 但回家后却发现 保存期限88天 但期限直到15号 等于从购买日算起 只剩一个礼拜 让他们气得直呼 根本是极其品 天文一出也迎来 网友讨论 有人同样觉得时间太短 也有人觉得 其实自己可以先注意 但撇除是不是极其品 保存期限为88天的月饼 也让网友很质疑 民众走进店里 左挑选右挑选 终于选到自己喜欢的月饼 那么上面制造日期7天 通常都是最佳赏味期 有的人是把它列为 真正保存期限是 快坏掉的时候 我们是把它列为是风味期 吃的时候是最好吃的 那7天之内 当然你买完超过14天 就直接丢掉 不用再考虑 那个能不能吃的问题 业者强调品尝月饼 分为赏味期及保存期 通常7天风味最佳 至于保存期限 还得看天气音速 最多为15天 建议民众购买钱 还是先看清楚 以免花钱 却买回一肚子气 记者陈本纯 陈云刚才报道